起跳时后仰落地时在180度转向 17岁的丁华田做起这个体操地板技术动作很轻松 因为全世界第一个跳出这个动作的就是他 国际体操总会已经正式通过用他的名字来命名 未来体操动作列表上这个动作就叫做丁华田跳 就说既然跳得这么好看看转半圈 没想到居然还没有人做过这个动作 丁华田跳在体操上动作难度是低可获得0.4分 云伯丁华田只是想挑战变化动作 在今年二月世界杯澳洲墨尔本比赛时 第一次跳出这个动作在裁判建议下向总会申请 体操有个规则就是说如果你所做的动作 没有在规则里面的话那个动作是不承认的 所以也迫不得已我们就提出了一个申请 其实包括安玛王子李志凯在内 不少台湾体操选手曾向国际总会申请新动作命名 都没能如愿 现在丁华田成为首位拥有命名动作的台湾选手 而且他在10月世锦赛也取得2020东京奥运门票 日台湾回为51年再有女子体操选手进军奥运 丁华田说下一步的梦想 就是希望可以在奥运拿下奖牌再为台湾争光 原事新闻综合报导